今天们的影响 欢迎收看 国光 他爸媽 歡迎光臨國話媽媽 我是同學 陳孫 陳孫來 大家晚安啊 大家好 這個其實我們當藝人 其實滿辛苦的 不管什麼事情 都要受到社會大眾的檢驗 其中最引人詬病 就是我們的感情 因為常常我們感情發展到最後 不只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那包括 變成社會焦點 對 而且受到人家用放大鏡的檢驗 其實是非常累 對 兩位有沒有因為 就是別人的輿論 影響到你們感情的那個發展 我是還好 因為我沒有交過 圈內的女朋友 什麼眼神啊 是你下來的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說就還好啦 那彭哥講了一些痛苦的心得 幾乎每一段都有影響到 對不對 這樣大家就了了吧 這個是好還是壞呢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今天找到這一位 厲害了 這一位就是經驗豐富了 是 好好問一下 我們歡迎 越來越美麗的珍寶儀 感情通常只要是兩情相愛 即可以在一起 但藝人談個戀愛並不容易 不但私生活 恢復在美光燈之下 而且房間八卦雜誌報紙充斥 一些不正確的訊息報導 往往會導致兩人的感情擴裂 今天的國光幫幫忙 我們為您邀請到八卦雜誌的開國元老 最可來玉女珍寶儀來幫忙 讓她來告訴我們 談個戀愛到底有多困難 你好 這講越來越美麗就好 講什麼經驗豐富 為什麼難接 你今天怎麼來的 做小黃來的 請就不客人 要先講 不是說我們藝人的學歷都不高 今天來到這位就是高學歷的 台灣大學 社會學系 開玩笑 當年是很高分考進去的 沒有 但是還是那個 國光幫的比較紅 為什麼會念了台大以後 還來演藝圈發展 這件事情實在講起來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那時候那個 大學聯考的時候 考完之後呢 我的分數剛好是在那個 就是台大的後面一點點 然後正大的前面一點點 因為那時候我們 考試跟現在不一樣嘛 然後呢我就回家詢問 因為我本來高中畢業之後 是想要念商的 那時候覺得當女強人很酷 想要念商的 後來呢我回家就問說 欸 怎麼辦 我現在到底是要報 政大的商學院呢 還是要報台大的其他科系呢 我們家人就語重心 常常跟我說 寶怡 我們家還沒有出過一個 念台大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語氣 我就好吧 那就先報台大 之後再轉好了 沒想到社會學 我就念得很有興趣這樣 寶怡很孝順喔 還可以 你現在要講什麼 沒有 你現在要講哪件事情 你自己講好了 這麼多事情 對不對 我自己講的話 就是那個謝謝大家的關心 加附身體還行 對 最近那個 受傷 曾伯伯 你們講清楚 他是踢球受傷 對 踢球受傷 我完全知道 你們不要用曖昧的眼神 這樣觀眾會錯亂 沒有 人家是踢足球受傷 因為他們那個很火爆 因為曾先生 在踢球界大家都知道 他很有名 因為他踢球很狠 所以說知道他那個受傷 是非常 不是... 不是... 是太激動... 所以你看這次踢球 是遇到對手 兩個鼻狠 一直 想不要把他討回來 我們反應 誰討回來啊 不是 我說實在的 我知道他踢球受傷的時候 其實我還滿生氣的 因為我知道他踢球 真的很拚命 我還記得我還在念 國中還是高中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明星足球隊來台灣 跟中國木籃 就是台灣的木籃足球隊一起 我爸爸還差點跟人家打起來 跟女生喔 跟女生喔 你說他這個人 是不是為了踢球真的很無聊 不過因為我爸以前在香港 是國腳 就是年輕的時候 是青少年的那種國腳 有參加過代表 代表香港去東南亞 參加比賽的那種 所以他踢球真的很拚命 國腳很難踢 你們那個香港國腳 叫香港腳 他這一次是因為 就是產他腳的那位人兄 實在太高大 跟他之前才去普吉島 拍香港小姐的一個專輯 然後整個晚上都沒有睡 然後一到了北京 一下場就開始踢了 所以就沒有熱身夠 然後呢 他之前啊 他在96年的時候 他的右腳筋 曾經斷過一次 也是踢球 這一次呢 是左腳筋 但是後腳筋 最初的那一條段 就這邊這樣 我知道那一條 那條很恐怖喔 以前在台灣黑社會 剁腳筋就是剁那一條 現在還是耶 那個黑社會 有這種說法很爛嗎 挑腳筋對不對 把它挑掉 我爸真的是踢斷的 知道... 有VCR為證 知道... 好啦 我們先不要談這個 反正我們總是要祝曾先生 身體早日康復 然後繼續踢球 對... 我希望藉這個節目 告訴那些 所有跟他一起踢球的人 也要看到我爸 也就刪得遠遠 這樣爸做球隊為事 喂 對... 我覺得你去香港會有危險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阿寶其實他剛知道 不只做過什麼 幕後的工作 但他也有一些 目前的表演 我們看一下VCR 謝謝 好, 阿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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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嗎 我的... 我跟媽翻台灣了 我都喜歡了 拜拜 拍張這片這個多大 他什麼時候發片 就那個什麼時候出發 好可愛喔 那時候 很搓吧 不會... 不會... 很可愛... 很可愛... 你不要這樣想 真的很漂亮啊 很醜, 我覺得太醜了 不會... 誰沒有過去 誰沒醜過 反正那個KTV呢 那個時間還非常非常紅 熊聚的KTV排行榜 少說也好幾年喔 對... 然後呢, 我的朋友 其實都滿愛唱的 我每次只要他們點了這首歌 我知道他們沒有惡意 他們只是想要唱而已 我知道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我都會默默地站起來 然後走到廁所 然後在廁所裡面 聽他們把這首歌唱完了之後 然後再打開門 然後再坐下來 再繼續唱別的歌 因為我覺得實在太丟臉了 我剛剛以為是怎麼樣 妳就是主動站起來 然後跟著跳 沒有 沒有... 在演藝裡面 但我最氣的是那段時間 我好幾年喔 別人在我面前 不要放任何跟恰恰有關的音樂 妳們那時候跳的舞是什麼舞 恰恰 妳看不出來嗎 妳還記得怎麼跳嗎 不記得 因為我剛剛... 我和恰恰 你看到沒有只有上半身的 我感覺好像是台中恰恰 不是啊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氣死我了 不要這樣 不能這樣講了 等一下台中人都不看我們節目 沒有 台中恰恰很棒 對啊 招牌 台中恰恰還要這樣 還要弄回... 還要... 很會的 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講 不一定學得到 小女孩長大長漂亮 對啊 那個廣告好溫馨的感覺 而且很感動喔 而且那個廣告感覺 我覺得這次沒跳完 這滿有點背影的感覺 爸爸... 婦女之間的感覺 玩味道的 看到真的很感動 說真的 謝謝 我也覺得滿... 那是我跟我爸第一次正式的合作 合作 對 然後剛好那個月餅也是 我爸爸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自己加的 你爸好... 朋友好有錢喔 我爸朋友很多 很多好有錢 我爸真的... 沒有很多好有錢 對不起 我爸朋友真的很多 各行各業都有 所以我們家每年吃月餅都不用錢 都很開心 可是... 像我跟我哥演戲的時候怪怪的 而且甚至於我跟他那麼好 第一次跟他演戲我都怪怪 那你跟你爸演戲不會怪怪的 超怪 對不對 我那個... 所以他們... 他們已經算對我們不錯了 第一是因為我爸時間很趕 他只能來拍一個小時 所以只拍了那個 就是我跟他講話 然後就親了一下就走了 導演蠻厲害的 導演 idea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我那時候超緊張 超緊張 我話都講得不是很好 然後動作也都非常的生意 是因為跟爸爸的關係嗎 是因為跟爸爸的關係 我現在跟他講話都還會緊張 蛤... 為什麼 你以後小孩子可能也會這樣 你要小心一點 有... 他會跟我講話他很緊張 對...長大以後 因為如果說相處的比較少的話 然後你又有父親的威嚴的話 不要靠我爸平時嬉皮笑臉的 其實他私底下還蠻兇的 對你... 對你... 會比較嚴肅 對...比較嚴肅一點 那我們今天要不要改標題 我的爸爸是流氓 不是...我爸爸不是那你給我嗎 對 你講話都這麼快了嗎 我其實很好奇 你是因為主持以後 講話速度變這麼快 沒有 我講話本來就很快 那跟爸爸講話也是這麼快 所以我跟爸爸都要講國語 因為我講廣東話沒那麼快 那我們三個名字廣東話怎麼講 你先找簡單的 我知道我的... 我中行 對 絲拔 你看起來很遜 絲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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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該他 妥這個字廣東話沒有 那個字我告訴我 廣東人不聊我們姓妥 厲害了吧 請問一下 你剛剛進這一行的時候 因為你爸爸是曾先生 你不會有壓力嗎 會啊 你會不一開始刻意你想說 盡量不要提我爸的事情 會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最不喜歡人家說我那個 因為爸爸的關係進入這一行 你應該也不喜歡人家說 你因為哥哥的關係進入這一行 對不對 我當初還是為了造他 我才進這一行 造他是不是 為什麼你知道 就是因為那時候男孩子在台灣拍戲 都會有兩顏色要去當兵 對不對 你把他霸住那個位子 不是 因為我們家姓陀嘛 我哥哥剛剛出道的時候 連報紙都沒有這個字 所以說我爸就說 這個陀好不容易讓大家認識 我爸就很高興 然後我哥要去當兵 然後我哥就說 不能讓人家忘我 那你也去拍戲好不好 好啊 那時候我進郭光校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演戲以前 我就去演 就是為了讓人家記得這個 陀這個字 那一開始當什麼副導 那個什麼對不對 走幕後的 那怎麼會突然就 那只有目前了 這個轉變滿大的 這個故事還滿長的 其實短演講就是我 那個時候做的一個電視台的工作 剛好他們有一個節目呢 是跟娛樂新聞有關的 在香港錄影 就請我爸跟吳俊如當主持人 還有 然後呢他們就覺得說 你女兒也在我們公司啊 不如你們 一定是一個噱頭 然後他就問我好不好 我說那 他說有 你上一次就有一次錢 我說好 那我就去 那時候覺得賺錢還滿重要的 然後我就去香港了 然後 可是我爸 我跟我爸其實都很龜毛 而且我們兩個超不想同台的 就是我跟他同台呢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跟我同台呢 他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我們兩個都覺得 我們兩個在一起節目不好看 嚴肅 對 後來就變成我爸爸 搭另外一個女孩子 然後我去搭吳俊如 對 然後突然那個節目 搬回台灣做的時候呢 製作人覺得我還不錯 就問我要不要繼續當主持 我說好啊 無所謂 反正有沒有錢 有錢有錢 我說好 那就繼續做 然後後來我們那個節目去做宣傳 有上菲哥的節目 去上小燕姐的超級新一天 那時候還是超級新一天 然後小燕姐看到我 覺得還不錯 就簽了我 對 就簽了我 我那時候才正式進入這一行 那你學歷這麼高啊 進延圈一般來講 我們的反應都 你到台大你還進延圈幹什麼 那你爸不會在這一方面 給你一些什麼 限制 會 我爸其實 我覺得我爸他們那個時候 都滿不爽的 那怎麼解決 T力場足球 沒有 不是 我爸那個時候很積極的 希望我去做別的工作 所以呢 就像我表叔 在金融界非常做得不錯 然後就一直介紹我 給我表叔認識 然後叫我表叔安排一些 比方說跟銀行有關的啦 跟金融有關的 還是女長人路線 我們印象中 你跟你爸的感情很好 你們有沒有吵過架 我不敢跟他吵架 對 要被捶吧 他還不會捶我 那個腳好像一踢 他就這樣 所以你把我腳踢也踢斷 你有沒有意見相左的時候呢 我一定是聽他的啊 他會比較強勢一點 我覺得他不太管別人怎麼想的 對 他是滿主觀的一個人 所以你如果覺得你會做一些事情 是他不開心的 你就不要讓他知道 或者是陽奉陰偉 但千萬不要跟他面對面槓上 不要正面衝突就對了 對 但是我後來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薑是老的辣 然後他說對的是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說錯的事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經驗豐富了嘛 但是我年輕的時候真的不是很懂 你爸有講什麼事情 是你後來應證覺得 他講得真對 沒有 好 謝謝 你們看喔 根據報導 情人節當天百貨公司營業額突破新高 吃個飯都要大排長龍耶 我跟你講 我是絕對不可能忘記七夕情人節 這個特殊的日子 因為這一天是 宇宙萬物在交配的高峰期 只有這些無聊的女生才會記得 不就是過日子嘛 怎麼說啊 你看啦 我們這些男孩子 每天到晚都在忙著工作 連假日都忘記是假日 哪記得這麼多啊 對不對 可是那些女性同胞就不一樣 這些紀念日啊 他們都是如數家珍耶 只要我們男生忘記了 我告訴你 就是什麼 廁所裡打燈 怎樣 早死日 對喔 上個月啊 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啊 我老婆突然一反常態啊 穿起很Sexy的睡衣 你知道嗎 然後就問我說 老公 明天要帶我去哪裡吃大餐呢 我覺得很奇怪啊 明天是禮拜一耶 吃什麼大餐啊 我明天公司忙得要命耶 睡覺 睡覺了 結果老婆啊 就氣呼呼的 跑到客廳裡面去睡了 結果 結果我才想起來 那天啊 剛好是我們結婚紀念日 那你老婆不氣死啊 她氣死 她氣瘋了都 從那一天之後連續一個禮拜啊 我連飯都沒得吃 只是泡麵 那你這個叫活該 你怪誰啊 對不對 不是 我真搞不懂 為什麼這邊婦女團體啊 這麼介意這些紀念日啊 難道他們不曉得嗎 男人的本性本是遺忘 那麼多紀念日誰記得住啊 一年當中有好多好多紀念日耶 你知道嗎 你到底是要過日子的 你還是要過紀念日 你不知道這個女人啊 最容易在這種 特殊的日子被騙 如果那一天啊 你花點心思有沒有 你就買點個小禮物 或者是你帶她去吃個 燭光晚餐有沒有 那個晚上就不是愛的一發了 是愛的好幾發啊 我結婚前是都有在過了 不過一結婚後我都忘光了 對啊 結了婚的男人哪還記得 什麼什麼紀念日啊 我到現在都還搞不太清楚耶 哦 你可千萬不能這樣想 我誰 我好帥 我跟你講 好帥厲害哪裡 好帥厲害是會記筆記 來 念給你們聽啊 聽好啊 二一四 三一四 農曆七七這三日 認識日 她生日 還有結合那一日 求婚日 訂婚日 加上結婚紀念日 嘿嘿 六吧 哇 你怎麼這麼了啊 我跟你講 這個千萬要記得啊 這個是把馬人的必勝絕招 我跟你講 我現在只記得我的離婚那一日 哈哈哈哈 還有 還有些日子要記得 就是紐約的安全期那些日子 哈哈哈哈 對 你看看她有什麼紀念 來 這一圈 一二三 恭喜恭喜 好好問一下啊 小姐 你好 你好 小姐請問一下啊 你有沒有男朋友啊 現在沒有耶 那你跟你之前的男朋友 有沒有常常出去慶祝什麼紀念日啊 有啊 生日 情人節 紀念日一定要慶祝的啊 是是是 那這些紀念日通常都是誰負責去記啊 當然是她喔 那為什麼都是男生負責記呢 你們男生就只記得打電動 拉屎跟哥們出去 那麼多重要的日子不會記喔 那都在記什麼 腦子中打電 不 不 這 這麼兇啊 對啊 講得好像她從來不大便一樣的 真是的 別氣 什麼玩意兒 不用吃不用吃 我要讓她今天晚上也變成一個紀念日 哈哈 看我的 加油啊 你爸有講什麼事情 是你後來應證覺得 哇 講得真對 沒有 沒有 好 謝謝 你剛剛說他可能會覺得我那個交的一些男朋友不是很好 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了 真的有意 這太棒了 不要說你爸爸啦 我們看了也會覺得 誰啊 那就不要講 那還有誰 他爸賢在家不夠大 那不是他爸賢的啦 不要亂講 對 我也不是講那個啦 還有別的啊 沒有啦 沒事 繼續問 沒有啦 就是 念書到現在一定有交過一些男朋友嘛 對嘛 當然 誰沒有過去 我沒有特定說誰嘛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只要女孩子在讀書的時候 家裡的父母一定反對交男朋友 可是我覺得 我真心覺得啊 女孩子只要就是 因為我是我們家的老大 所以我談戀愛啊 是真的滿比別人辛苦一點點 因為像我弟弟妹妹都想說 那先看姐姐談得怎麼樣 如果家人覺得很寬容的話 再慢慢把那些男女朋友帶回家裡來 所以我就是那種革命的那種 像我第一次念書的時候 把男朋友帶回家的時候 我心裡多緊張啊 海軍陸戰隊就對了 先搶攀 之類的 但那是太緊張了 然後後來就發現 其實家也沒有想像到那麼難搞 對 可是如果說男朋友的感情 跟家人的感情比自己還要好的話 就也滿難過的 難過 就是你會覺得 如果我跟他分手 還要被罵那種感覺對不對 就是明明我是你家人耶 你怎麼不挺我 你還在幫我罵他 你幹嘛跟他分手啊 那沒辦法 所以它這個就是典型 當愛情不再是兩個人的時候 對 而且他不但有家人 還有傳播媒體之類的 對 那既然我們談到的感情 是你自己製作的我罵 你們怎麼兜都會兜 我想說節目不要錄太長 那錄太長也是剪 所以就趕快先錄了 沒有啦 我們就想說 你的感情觀是怎麼樣 你是 你覺得男女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另外一半至少要善良吧 善良 對 我很怕有壞心眼的人 就是 我也不要看起來壞沒關係 但心理不要壞 我很怕有壞心眼的人 因為我不想猜 就是你只要稍稍有一點點心機 比方說做事有點複雜 我都覺得 那你會不會也這樣對我 對 或者個性的陰沉 每天這樣就是這樣 對 我好怕這種 就是 我很怕眼神閃爍的人 對 像我如果 我不要說男生 女生也是一樣 你只要走過來 新認識的 眼睛就這樣 我很想說你是見到鬼還是怎麼樣 我都覺得這種人心裡一定有鬼 還有一種就是 不敢直視妳對不對 跟你講話的時候 就是這種 對 顧卓又而言她的那種 幹什麼 八種 我會超想一把他聊三 對啊 下次就這樣講 那不行 開玩笑 所以說你覺得善良最重要 善良 你喜歡什麼樣的外型的男人 外型我沒有什麼 就不要長得太糟就好了 有難怪 怎麼說 不要這樣嘛 身高也無所謂啊 我那麼矮還挑人家 不一定啊 你條件這麼好對不對 對啊 沒有啦 我不太 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大的人 對 感覺出來 你煩耶 你 你不要在後面給我放冷靜 我跟你講 就是我覺得 就是 我自己後來回想了一下 我以前交過的男朋友 我都覺得我真的是一個 很大的人 就是只要 然後我喜歡上了 就是別人覺得是缺點的東西 我都不覺得是 也對啦 比如說瘦瘦的啊 乾乾扁扁的啊 沒有關係 那OK啦 戴個帽子啊 那我帶我乾啊 他什麼都跟朋友查在一起 好可怕 搞不好有時候會喔 其實我們都有這個經驗 當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就有遭受到各個地方來的壓力 好 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覺得 沒有必要 當然沒必要啊 對不對 但別人不這麼想 這種感覺被擺在那個陽光底下曝曬 那已經叫曝曬了 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還滿妙的 就是 因為尤其是最近不是很流行 看圖說故事嗎 這一兩年都超流行 看圖說故事 然後比方說 因為你不可能一直都笑著嘛 尤其是被狗仔拍的時候 對啊 他只要你表情有一點點問題 然後就說 感情生變 我心想說感情生變 最妙的是 曾經有個記者問我說 好像是 不知道發生什麼 好像是我吵架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問我說 吵架啊 我看你們三個月前還好好的啊 我心想說 三個月前好好 今天不能吵架是吧 就很妙你知道 就問的問題 我都覺得 你們能不能有點嘗試再開口 就我 像我以前都 EQ還滿高的 我現在EQ很差 我覺得 我沒辦法忍受這件事情 而且像有的時候 比如說像 我們在一起了 他們就開始等 什麼時候吵架啊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感情很好 就問你什麼時候結婚 對... 結了婚問你什麼時候生小孩 不過現在都亂了 現在就是那個 還沒結婚就問說 什麼時候生小孩 或是 還沒結婚就想好離婚了嗎 就之類的 對 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好妙喔 那時候有個雜誌 聽說你是他們第一期的封面 對 掌聲鬼 我告訴你 走開 你們應該頒個榮譽董事 給我們寶寶 沒有 曾寶怡小姐 榮董 我告訴你 你們今天可以削海狼 削成這樣都是他的功勞 大姐這是前輩 好不好 那時候有影響到你們感情嗎 沒有 怎麼可能 更加堅強 真的沒有 說實在的 我覺得只要兩個人 想得夠清楚 這種外物啊 通常會 因為有比較多人來問 你心裡可能會浮躁 但是跟兩個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比如說像我們 一在一起 就有很多那種反對的聲音嘛 對不對 比如說講說什麼 我們 就是 不看好這一隊 那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你不看好的聲音 那我越要好好在一起 我覺得 怒氣沒有用 我覺得兩個人在不在一起呢 兩個人最重要 你跟別人怒氣 就為了那一股氣 撐到最後 是最蠢的事情 因為 像有時候我看 一些老夫老妻 或者是什麼的 他們就算在一起到死 都不開心 也只不過就是為了 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他曾經救過我 所以我為了還一個恩情 所以我就撐到最後 但事實上 他可能已經喜歡了別人 可是兩個人就死守在那裡 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多半不是因為 懷了什麼恩情 應該是懷了孩子 之類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種 愛情這種東西 真的是很奇妙 反正我覺得不要想太多 就是他該來的時候來 該走的時候走 就對了 下一次的戀情什麼時候展開 這就是 典型的白目記者問 對啊 這 你知道嗎 這很好笑 就那個 就是問我說 阿寶你這裡沒交男朋友 對啊 我說沒有 你已經空窗期很久了 我說空窗期很久 有多久 好幾個月了吧 我說那你是叫台灣單身女性 都去死是吧 對啊 不應該這樣問 應該這樣問 阿寶 你冷緊情深已經很久了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他冷緊情深耶 其實像你那時候那個 跟那個小黃那事啊 就是 你跟圈內人談戀愛 你會 沒有想過說 哇事情鬧大 事情鬧大 嗯 說實在的 我覺得如果我心裡想著說 阿我把事情鬧大了 然後就選擇不談 不談這個戀愛的話 那我覺得 我也太現實了一點 嗯 因為我覺得 如果大家都知道感情要來 或感情要走 你是擋不住的話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控制得很好 你知道嗎 是吧 黃哥 好煩 先繼續 對啊 就是 我覺得如果我想得太清楚了 那我就變得太勢力了 說實在 比方說如果 比方說有人來追我 然後我心想說 唉我如果跟你談這個感情 會很危害到我的事業喔 不好 那我覺得我 我會很討厭我自己 我不想成為這樣 那可是比如說像 戀情公開以後 如果兩個都是藝人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壓力 比如說分手的時候 怎麼面對那個 這個 你知道 新聞界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就是我 如果我一開始都不習慣 跟別人交代這些事情的話 那你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啦 對 當然我也信任他不會 不會因為分手了 所以就危害我們之間的友情 不會啦 佼佼 他不會這樣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 也有足夠的信任 所以我就覺得無所謂 那你想講什麼 你就講什麼 真信心的來源 OK 但瞎了狗眼了 他瞎了我瞎講清楚 所以你跟這個小黃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他有一種 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吧 真的 對 不管怎麼說啦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 當初你們兩個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是覺得是滿甜蜜 而且滿好 是啊 談戀愛就是這樣子 互相保護的都嗎 不開心怎麼會談得久 那一定是彼此都有 我覺得彼此都有很值得珍惜的部分 所以才會就是 談這麼久的戀愛 對啊 那 妳還記得他是怎麼追到妳的嗎 他不真的幾招嗎 發言 人不了…講一下 會不會對妳很好嗎 是他追妳吧 對 廢物啊 妳怎麼這樣說 對啊 等一下 二次要交交追他 你追男也沒關係啊 但不會發生在他身上 是 我很久沒有追男生 條件這麼好 就是會很細心啊 很浪漫嗎 嗯 還不錯 然後 還會想一些小點子對不對 比方說我印象很深的 比方說 有一次我因為工作 沒有辦法去看一個演唱會 可是他去了 然後他就會在那個演唱會 Encore的時候 然後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就 也不跟我講話 就直接讓我聽那個演唱會 最後一首歌這樣 哇 小男賊的 對 就是他會記得你喜歡什麼 對 就算你不太 就只是透露一點小小的訊息什麼 他都會記得 而且他會竭盡所能的 幫你達到你想要達到的願望 這叫做用心 非常用心 小王你應該也都會記得對不對 比如說女朋友喜歡什麼什麼 不要在節目上承諾任何事情 什麼意思 到底會不會 會 像我就 沒有那麼浪漫的你知道嗎 就記得 你會記得嗎 我會 我會 真是 我也來不及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男孩子用心的話 女孩子會感到窩心 當然 對不對 然後會覺得好舒服的感覺 然後這種感覺也不會收出去 那 有沒有可能 複合啊 就像這邊 這問題他問的 跟我們兩個無關 目前看起來 我們的交集變得很少 所以 對 比較不太可能 我跟你講 緣分很難講 對 我多怕你們今天把他弄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你們節目很有辦法 我多怕你們 後來我知道 他現在人在外地工作 對啊 不然本來要來的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個現場連線 停 不可能 可以承認 沒弄到 沒弄到 OK 其實你在 港 台 中 三地都工作過 那你覺得 哪一邊的工作的環境比較好 應該這樣講 香港是最有效率的工作環境 快 準確 對 那台灣當然是因為最習慣嘛 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在台灣我準備什麼 就是差不多就好 Yes 在內地呢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對 就是 Pick Hat is everywhere 就是 豬頭到處都是 後來我現在發現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豬頭到處都是 對 只是在大陸碰到的機會也蠻高的 他們比較直接吧我想 他們比較 土法煉鋼 應該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的個性變得 又更男孩子的一點 因為去大陸拍戲 經紀公司不在 對 一定靠自己 有時候打電話回來 然後呢跟經紀公司 哭訴完了 你還不得自己回去面對解決 我後來就學會了 我就自己先 弄 強硬 對 先來一技 先來髒話 先去 你看這一些招很有用 女孩子用這招真的很有用 因為他就知道你真的生氣了 然後有一些雜碎了 他就會ㄍㄧㄥ了 對 對不對 最討厭那種欺善怕惡的人 對 你有種呢你就欺負我到死 對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比較正... 比較正直的男孩子 就喜歡這種女孩子 然後那些小B央啊 小什麼東西的 就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真的是這樣子 在大陸有沒有 大陸藝人追你啊 有喔 那你是怎麼樣 髒話把他罵走 對 看他們有沒有那個誠意 如果有誠... 如果是沒誠意的那種 就罵髒話 不會來... 要談戀愛這種事情 不會罵髒話啦 對 工作的事情才會罵髒話 不過我相信寶怡的智慧 他遇到那種想要繳禍你 而不是誠意的話 你一定是很有方法把他... 你太讓我失望了 我以為我終於遇到一個 有智慧的女孩 我可能在工作上 就是還滿清楚 知道自己要什麼 但我每次談戀愛都會被罵 就被身邊的 不管是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一定會被罵 每次喔 就現在比方說 就算有人來追我 大家也是都一樣 都先罵 先罵了再說 先罵再說 反正就知道我一定會瞎 就先罵我先瞎了 從今天開始 你就有三個臭皮醬 好不好 隨時有任何問題打電話給我們 沒錯 馬上給你分析出來 這個男人要幹什麼 對 真的分析得出來嗎 分析得出來 真的嗎 我跟你講 男人 對不對 阿寶第一次演是八號嗎 對 八號風球對不對 那你知道第一次演戲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你沒一起演的嘛 對... 我還有時候我就覺得阿寶 第一次演可以演這樣子 我覺得滿厲害的 你們那一部戲就他最厲害 其他幾個就OK啦 沒有...我在這邊 我真的為什麼我回來台灣的 第一個通告給了國光棒棒棒 是 我覺得曲哥算是我演藝生涯當中 就是貴人 沒有那麼嚴肅 不用這種音樂 對... 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 來個恰恰吧 煩耶 對不起... 好 讓他講...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對於拍戲這個事情 其實是有點疑惑跟confused 我們那個戲呢演員很多 對... 然後呢... 有不同的演法 有的是生活派的演法 然後有的是比較... 僵氣的 屬於那種... 比較那個花系列的演法 就是... 但我們那個戲有兩條線 我是唯一... 跟兩條線都有關係的那個人 漂亮喔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因為我是第一次演戲 那我到底是用這種演法演才對呢 還是用這種演法演才對呢 我又不能一直換演法 不能面對這些人是這種演法 我就問曲哥 曲哥送給我四個字 我到現在都很想 用毛筆字寫完之後 掛在我們家門口 他說 阿寶 很煩耶 因為很干擾耶 他說 阿寶 蛋有什麼好嗎 什麼叫蛋比農好 因為你知道 雞蛋而已 不是啦 三點水一個鹽的那個蛋 蛋 這表演 蛋是比農要好的 真的嗎 對 而且保險了 我跟你講 你一吃到獵嘴就可以了 你一吃小的 我們那個戲是喜劇 有點偏鬧劇的那種 當然是要 但是這樣子的 蛋比農好 這個很深奧 這個很深奧 你怎麼會想到這句話 你是不是有一天 拿著自己的金鐘獎這樣 蛋比農好 然後想出來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殘奇的故事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發現喔 你他媽的很喜歡幫助 可愛的女孩子 還幫過誰 還有誰 自己好了 還有誰 多了喔 上次那個誰 從遠古時代的曹蘭開始嘛 然後一直到了 我沒有幫曹蘭過 我就是很喜歡嘛 然後再來後來跟你那個 某一個女生 蔡蛋 阿德啊 對不對 今天我們的曾小姐 你還幫過誰啊 阿德我哪有幫過他啊 反正啵成那樣的 對啊 舌頭就生了啦 這不叫幫嘛 這跟這個是不一樣 勾引人家的戲演出來 那是很厲害的 勾引人家的戲演出來 勾引人家的戲演出來 我講錯了 所以我非常感謝曲哥 真的 到現在都很感謝他 裸露的戲或者是 親吻的那種激情的 你可以嗎 我談戀愛的時候不可以 現在可以了 真的嗎 我不信啦 跟屈歐文演啊 不是跟我演 幹嘛臉都變 快哭了 快哭了 來 戀愛一下 你現在不行嗎對不對 你談戀愛啦 不是 我現在可以啊 那你... 比如說你拍親吻的戲 你是可以拍的 像比如說像屈哥那種 很激動的呢 還說只能借位啊 說實在的 我只拍親吻的戲 我拍過一場吻的戲 跟誰 跟一個內地的演員 叫什麼名字 我們不認識沒關係 然後呢 是... 然後... 然後... 我拍... 還好那個戲是很苦的戲 而且是男生主動的戲 我拍的那天我全身發抖 動都不能動 這麼興奮 不是 害怕 然後一拍完 我就開始哭 為什麼 我就覺得說蛤 被欺負的感覺 我就正式的晉升戲子系列了 什麼意思啊 就是原來我真的什麼都能拍了 那種感覺很怪 我舉一個不是這麼對的例子 大家不要那個... 斷章取義 尤其報紙不要斷章取義 但是我覺得很像是什麼 很像是你去當妓女 你本來守的最後一條 一道防線 說我不跟客人接吻 但是因為這客人多給我兩萬塊 我說好吧 那我接了 搞得半天我們這些男女人都嫖客喔 不是 可是我那一刻 真的心裡有那種感覺就是說 我真的已經到... 演戲到了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另外一個鏡子 就是我什麼都能做 對 我什麼都能做 我現在什麼都不管了 所以我在這邊跟王耀慶說 真不好意思 怎麼了 因為我拍第一個戲 不是王耀慶 王耀慶有男朋友嗎 我死都不會 王耀慶有男朋友 王耀慶演我男朋友 趕快寫下來 王耀慶是gay 王耀慶有男朋友 結婚是假的 我真的話講得太快... 王耀慶演我男朋友 對 我都不可能跟他演我戲 他其實我覺得那些 我覺得之前跟我拍戲的男演員 一定都覺得挺挫折的 但我真的不是針對他們 真的不是 所以王耀慶說不好意思 屈哥你拍過那種邏輯那種床戲 對 全裸嗎 沒有啦 這邊貼的是 照布 是... 就是夫妻在睡覺 睡一睡 我忽然丈夫有性子 扇過去來一下 所以說是有穿衣服的 那有沒有 那個沒反應 我跟你講 那個我沒有辦法有反應 是跟他的那個 那場戲我有看嗎 對啊 跟某人的前女友 對啊 好亂喔 你們幾個 沒有... 那他們兩個喔 我沒有... 小康 那這樣我問你 你以前女友也是藝人嗎 他拍吻戲的時候 I don't care 放屁 完全沒有感覺 真的嗎 但是我不會看那部電影 對啊 小康好多年了 一定是不看那部電影 因為我覺得這是他的工作 那如果說我看會難過 我就不要看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覺得說他做這個事情 我會反對 但是心裡還是會Care這個東西 看了還是覺得怪怪 而且就跟他 那你剛剛不是說 你不是說當藝人的另外一半 要有度量 所以啊 我不會反對他去拍 我不會說他拍回來 跟他吵架 那不會人家 不會嘛 因為拍怎麼樣 OK 好 我不看 那你們是因為這個事情分手的嗎 不是啦 那是分手 那我罪過就大 他們可能那麼小心眼 人家跟人家撥一下 我跟他分手 可是會不會成為疙瘩 不會...工作 我覺得工作是工作 那那個交通大隊他有對你 這個事情有什麼意見嗎 答案是因為他有意見 我已經盡量不講他的名字 就一定是他有意見 他有意見 那我靠我 交通大隊啊 想起來 我知道 你的反應太沈斷了 他還是有意見 他就是...就是因為他有意見 所以我才這麼堅決的那個 不是嘛 對不對 對自己女朋友要有信心 要有信任感 沒有 他說 就我其實非常能夠 體諒他的那個說法 他說你想想看 這個戲呢 到時候你們拍了之後呢 一定會有記者在旁邊側拍 記者旁邊側拍呢 然後威樂新聞就會播 威樂新聞播完之後 那報紙又會登 然後我每天就疲勞紅爪 然後預告他們又會剪 那我要看幾次 那我覺得對齁 他如果不開心 那就算了不要拍吧 還是很愛 那如果今天反過來 交通大隊去演文戲 會不會... 他超討演演戲的 我逆分手了 我不太想 不用考慮這個事情 那如果說你現在 交了一個藝人男朋友 他要去演文戲 你是怎麼樣處理的 我覺得我會讓他做 就理直上來講 會讓他做 但如果我看了那個戲 我應該會哭 所以不要看 跟我一樣不要看 我一定會哭的 為什麼要哭 難過啊 難過什麼 就看他抱著別的女人 對啊 你的工作 你也答應人家去了 對啊 我一定哭的 那你跟那個... 螢幕初吻的那個 在演的時候 就是唇蹦唇而已嘛 對不對 好 不是 蛇吻喔 沒有 在公園裡面啊 拍電視 就蛇吻 就是真吻那樣的 沒有蛇吻 他有伸舌頭啊 就你這種獲勝 你有沒有伸舌 戲不好拍什麼 伸舌頭 我就跟你說我很僵啊 就是那種 我沒有 我只... 沒有 我只是太投入了 然後舌頭不小心伸過去一下 馬上又說回來了 廢話 伸舌頭 當然會為自己找個理由啊 就是之前我跟蔡燦 我知道... 對啊 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個誰沒有過去嘛 對啊 你又不要這樣了 對啊 雖然是影帝 這樣可以更用的 還是你要... 我問不下去了 你問 這個製作人你真的不要害我們 沒關係 那你就直接回答吧 前男友要是交新女友 你會不舒服嗎 他一定會交新女友的吧 那你一定會不舒服 他又不可能為了我們分手之後 就再也... 就不談戀愛了 那我覺得就跟... 其實應該講 很理智的來講 一定會覺得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人生還這麼長 還是會怪怪的 但我覺得 如果他結婚邀請我 我會去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對... 真的 因為... 套一句江湖上的話 就是... 買賣不成的意思 是... OK 你的觀念很正確 那你呢 大頭 菁姐如果是你呢 怎麼樣 你會不會介意呢 消 絕對介意 不是啦 不會啦 我現在不會 你跟臉... 臉不會 我問你 如果你交了女朋友之後 你有沒有交女朋友跟... 你交女朋友在他之前 還是他之後 還是有差的 對於不同的人來講 如果你是先有了女朋友 然後他才交別的男朋友 會不會對你來說 心裡好過一點 還是從頭到尾你就完全不能接受 他交別的男朋友 不會耶 要看說你對他的感覺 到了什麼程度 而不是說時間或誰先做什麼的 比如說可能過了兩年 我還是很愛他的話 他交了男朋友 我還是會很難過 那可能說我在兩個月之後 我就已經知道一些事情 然後很賭男朋友 不理他了 然後他要交男朋友 我就不會有感覺 還是在... 問題還是在兩個人的心 有沒有... 也是 解放開來 那現在就是還不行 現在啊 現在不行也沒辦法啦 現在你行嗎 我還沒有要到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像你比較急迫一點 我還好 我現在腦筋你知道 沒有在想這些 我一心就想我的工作 他還沒有到冷井情深那個階段 我現在只是... 抱歉... 他如果今天交一個女朋友 你會不會想說 這條件怎麼樣 大概心裡 有沒有幫他一把尺 在那邊看看 我覺得很... 就是他一定有喜歡他的理由 而喜歡他的理由 不見得是外人看得到的 就好像我們在那個新聞報導上 看到很多所謂的 人才女貌 但其實千瘡百孔 有的時候看起來 你覺得這兩個好像不太配 但是他們就牽手走了一輩子 對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這種感情的性質 不足為外人道也 而他願意選擇跟他在一起 我相信以我們的成熟度來講 絕對不會是因為怯氣 而是因為他真的喜歡他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們今天跟阿寶聊一聊 我們真的重新認識他 他其實是一個 對自己很清楚 而且是一個 現在一個算是很成熟的 思想來講很成熟 而且越來越漂亮一點 謝謝 最重要他現在是單身了 那我們很希望 在未來日子裡面 能夠找到一個 你愛他 他也愛你的男生 來照顧你對不對 一定會的 那也希望你在不管主持 或是演戲上面 能夠大放光彩 謝謝 然後以後有空 再回來台灣的時候 也來我們節目聊一聊 好不好 好 祝福你 謝謝 謝謝三位哥哥 謝謝 謝謝長哥 謝謝 謝謝曲哥 謝謝 謝謝 OK啦 對啊 那我就覺得那個叫國光幫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小段 國光的三位男生都很帥 可是他們都是大色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新加坡的編型是從成立國以來就有這個 他就跑三倍 受編型看前面 你跟我啊 還是會啊 該我...快點 你怎麼被虐待狂啊 你怎麼被虐待狂啊